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增67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为丹东市报告 25号新增的25例本土确诊病例的相关行程轨迹也是公布了 他们均是来自于丹东振兴区的一所中学的学生 丹东振兴区单舰警员93和95号楼 福林花园小区和文安新村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目前丹东已经立即启动了生活必需品保供应急响应 组织各县区商务部门和保供企业调配物资 全力开展生活必需品的保供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南兰 时隔了四年辽宁南兰和老对手浙江广沙再度会失了总决赛 有句话叫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同样我们本届赛事是以4比0的总比分击败了对手 二度夺得了CBA的总冠军 昨天晚上那两个多小时 我相信无论您是不是铁杆的球迷 我觉得都会齐刷刷的守在电视的屏幕面前 共同见证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听时间4月26号晚上7点30分 CBA总决赛第四场辽宁南兰对阵浙江广沙 这场比赛也是备受瞩目的一场比赛 不少球迷都期盼着辽宁南兰能够4比0横扫浙江广沙 夺得2021至2022赛季的CBA总冠军 饭店恢复堂食之后 球迷们也是按捺不住了激动的心情 7点不到 不少能看球的饭店 已经有辽宁球迷等候多时了 6点半左右吧 为什么来那么早呢 这比赛不7点半才开始吗 就为了站这个 我一下边这个位置 这个串球比较清楚 提前镜的桌也是 我感觉辽宁肯定能做坏 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终于解锋了 然后还能看上一场辽宁 在饭店 跟哥们姐一起能喝酒看球 最好 我是一个十多年的辽宁球 然后现在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店 然后现在呢 也是为了广大球迷 有一个观赛的一个场地 我就把我一个店 安装了这个新的投影 然后今天也是辽宁总决赛的 应该是最后一场 希望辽宁 获得最后的冠军 无论崇拜与辽同在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四年前 辽宁在总决赛对阵浙江广上 同样是以四比零 横扫了浙江广上 夺得总冠军 四年漫长的等待 在辽兰球员的拼搏之下 今年我们再一次 如愿地将总冠军 带回辽宁 可能不一样的是 今年广沙这个阵容 确实是有一些坎坎 然后我们聊了 那也是近几年当中 这个阵容是最全面的 也是最强阵容的 这可能就是这四年 唯一不同的地方 但相同的就是 我们一定还会 夺得最后的总冠军 今年的CBA总决赛 由于浙江广沙队的 胡金秋和赵元昊 因伤缺症 不少网友都说 今年的CBA总冠军 没有含金亮 对此我们辽宁球迷 有话要说 辽宁队是近几年来 已经是最强阵容的 然后所以说 即使是广沙队 那个胡金秋和 那个昌明叫什么来着 赵元昊 对赵元昊 这两位球员 如果说没受伤的话 辽宁队夺冠的几率 也是很大 也会得冠 但不至于是横扫吧 对于总决赛 比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归属 辽宁球迷心中也有属于自己的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进金 给谁 进金 必须给进金 下午听广播是说 有三个后面命单 赵基伟 朱格 摩兰德 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张振林 必须的 但是如果要是张振林 不在命单的话 那我希望是赵基伟 比赛 比赛从第四节就已经进入到了垃圾时间 在比赛结束前的最后一分钟 首发球员再次登场 等待胜利的到来 最终 辽宁南篮以4比0的大比分 战胜了浙江广赛 夺得了2021到2022赛季的C杯总冠军 如愿将总冠军的奖杯捧回辽宁 赵基伟获得了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昨天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一定会知道 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萱萱 穿着我们生活导报 和我们辽宁南篮 联名的这种限量款的T恤 主持了一档节目 给我羡慕坏了 但是 可但是 谁还没有吗 对不对 但是我舍不得穿 我觉得特别的珍贵 因为昨天晚上看比赛的时候 就手里一直攥着这件衣服 再给南篮加油 然后让他们能够打出好球 看完前两节之后 我觉得游戏了 而且我觉得整场比赛下来 我们辽宁南篮表现的是真的非常的棒 我准备回家 专门把这件衣服 镶到一个镜框里边 这个镜框里边 然后放到我专门在我家 有一面墙 开辟了一个位置 上赛季的 上一次的冠军 我是留了一个位置了 然后 2021到2022 这个赛季的总冠军 这件衣服 带我们生活导报 连名的限量logo 这个限量的这个T恤 我也准备把它挂在第二的位置上 以后我就觉得我家这面墙 估计都挂不满了 从这个赛季开始 我觉得夸夸夸 肯定全是咱的了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这面墙我是不是得改建一下 面积是不够挂了 不够挂之后 我就得给它延展开来 把这后边 以后全给弄上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赛的感受 咱们再回到昨天那场比赛上 可以说我们南南的剑儿们 真是不急不躁 我觉得昨天第四场这个比赛 心态就变得很平稳了 在临近整个比赛结束的最后的那一分钟 是我们的主教练杨明 是做出了一个举动 给本赛季我们辽宁南南的征程 画上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我们的主教练权 纪委最后五十六秒上来 所有主地阵容回来 是吧 主力上场 主力享受冠军时刻 最后还是 但是留着刘志轩 留着老将刘志轩 让我们老将们享受 让老将们上不上外援 郭爱伦 赵纪委 刘志轩 李小旭 大汗 对 是吧 辽宁的老将阵容 对 让大家享受最后的冠军时刻 此刻此情此景啊 我觉得所有喜欢辽宁穷 喜欢辽宁南球的球迷啊 你看那个谁 郭爱罗 郭爱罗说给轩哥 给刘志轩 那从从李小旭手里要过来 传给刘志轩 总冠军奖杯 祝贺辽宁南南 他们也是CBA历史上第三支 在季球赛以不败战绩赢得总冠军的球队 同时他们从常规赛开始 16连胜不败战绩 拿走总冠军 实至名归 祝贺辽宁队 昨天整场比赛的最终得分 我们辽宁南南的得分是定格在了100分 哎呀 这100分真的是 可以说是为本赛季画上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我觉得100分也象征着我们辽宁南南 本赛季的一个表现 非常默契 比赛之后呢 主教练杨明啊 为什么说让老将最后全部反场 到底是怎么解释的 那么本赛季CBA政策当中 我们辽宁南南是如何一步一步拿下总冠军的 一段广告不长 稍后我们马上说 我们出宝自开张以来 每十年都会有一次大型推广品牌活动 关键是啊 这活动每次都破例给出超低项 这次我们拿出两只工艺精美的金玫瑰手镯 两款男女金项链 还有两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件套 提供给电视机前的关注 打进电话订购 买到的是 两只金玫瑰手镯 两条男女金项链 两只男女金戒指 还有两只金玫瑰耳钉 足足八件套 强调目前所有的金店 都是按照国际标准 价格一刻三百二十元定价的 但是这是十年才一次的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金下来 八件手势 两颗钻石 真的只要一百九十九全 请大家大胆地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为您解答 十年才有这一次打广告的机会 不打电话 您是肯定买不到这么便宜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品牌 现在就打电话吧 对你们生人有影响吗 那肯定啊 头三天顾客全都跑到他们店排队去了 咱们店小 那么大的活动 哪搞得起啊 那一直这么下去 你们怎么办 没事 如果一直这么低价 那肯不亏死了 那我跟你说 他们门店活动今天就结束了 以后啊 只得在电视上做活动了 你好啊 我没听错啊 听这问题啊 大哥 那我担心买的不是真心啊 你再让你们精力出来 给我保持一下吧 好的 请您稍等 这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美醉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购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全景时间 快快来电 连续两年总决赛这集 辽宁重将把遗憾和不甘 深埋心体 挫折 未曾击垮他 反而激发更强大的力量 宝剑锋从魔力出 外轮投射能力持续提升 召集委 穿着引线 磐活全队 老将韩子军坐镇南下 大心脏张震宁攻防举佳 富豪内外线持续输出 爽外援补齐 万军拼头 主帅杨明指挥若定 愈发成熟 常规赛阶段 辽宁队以32胜6负的战绩 领跑全力猛 季后赛 他们高歌猛进 所向披迷 四分之一决赛 击败山西 半决赛淘汰速递广东 总决赛立刻广杀 时隔四年之后 重返巅峰 一路走来 他们不畏惊喜 团结一心 用行动权势了 冠军之心 热爱生活 人人有责 生活倒报 为您服务 接着来说 我们的辽宁南岚 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而且这个比赛 包括拿下总冠军 让我这心情 昨天真的 不能说是彻夜不眠 但是最起码激动了 好几个小时 当这个比赛的中场哨声响起 我们的这个辽宁南岚回到了更衣间 那是一片欢腾 一头云发的蒋老呢 也是这个拍拍这个肩膀啊 然后送那个点点头 笑得也非常的灿烂啊 特别的慈祥 那么杨明 主教练呢 则是在更衣间呢 是说了一段话 有网友就总结了一下这段话 说这段话 简直太好哭了 感谢你们对伤病的客服 感谢你们如此团结 包括被这个球队的所有奉献 老队员打多打少 包括我知道了有很多伤病都在坚持 所以大家成功不是偶然的 所以你们实质名贵 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能完整的健康的所有人 全员的走完整的身体 离不开教练 教练的队绝安排 包括区别人 包括叛逸对外员的后勤保证 包括队伍对所有人的后勤保证 正别是对一 正别是对一 三个对一 没四个 所以我们能走到今天 这个工作人员也功不可奉 所以我把所有人感谢 好 给大家 好 给大家 第二点 洋外员确实表示感情 好 洋外员 谢谢 第一个 第一个祝福福责 可以出这边的照片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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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确实评论 第二个 你确实变化了 我对他的祝福 手发一些试着 我们 我们对他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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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我们的更衣间真的是一片欢腾 但是我个人感觉通过杨指导 这个主教练啊 杨明主教练 在这更衣间说的这番话 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他的成长 之前是队长 现在是主教练 角色的转化 我觉得他的这种整个赛季的职效也在不断的成长 当然这里边也有我们这个老一辈的老帅 讲指导的这种辅助 我觉得指挥啊 调度啊 在整个赛季可以说进步非常的明显 那我们的辽兰的小伙子们 也可以说老将依然是优势很明显 新队员呢 现在也是迅速的成长 各个位置都成长了起来 所以说呢 这次我们在常规赛当中呢 我们辽宁呢 是以积分榜第一啊 进入到季后赛 然后季后赛呢 九胜零负 也是全联盟第三支啊 全胜的在季后赛全胜 然后拿到总冠军的一支球队 时隔了四年 再一次得到了队史上的第二座的总冠军 当然这个整合一下啊 所有的人这种天赋 再加上实力 再加上经验啊 其实呢 都是在过往的一场场的比赛当中 不断的磨练出来 不断的经验积累下来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 本赛季CBA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 看一看我们辽兰小伙子们的 借儿 对 收获兰小伙子们的 有点阳 全家 新闻 Young 小伙子 学生 我 幸运和感动 除了夺了两次冠军的高兴之外 其实也要感谢那些所有没拿到冠军的比赛 正是因为有了那种失败的经验 才会奠定我们这种夺冠的脚步 可以说辽兰的球员是一波又一波 辽兰的球迷也是一代又一代 甚至说有一家老少三代 其实都是我们辽兰的球迷 接下来我们辽兰的小伙子 好好训练好好地休息 明年下个赛季 我们继续要为你们加油 接下来我们要来换一个话题了 说家住在沈阳于洪区的于大爷 最近为春天刮大风这事 闹心的是吃不香睡不着 为啥呢 于大爷家他是一栋老房子 他住的是五楼 而且是顶楼 前阵子刮大风 他就在屋里边听见呼啦一声 好像什么东西从脑胳顶上 给扯坏了一样 然后他就上楼查看 这个风那真是真风 楼顶上铺那油斩纸全没了 刮大风把这个楼上的油斩纸给走下来了 所以说那房子漏了 当时那店也没了 我家住五楼 如果这两天没下雨 如果下雨的话 那就会漏 漏的话那屋里的东西全损失 现在记者呢来到了沈阳市余恒区88号-13 那这个位置呢就是余先生所在的小区 那我们看一下身后啊 这个油斩纸呢已经脱落了 这个地面上摆着一大片的这个油斩纸 同时这个电线上也都挂着一个油斩纸 4月9号下午1点46 当时刮大风 我们不知道刮掉了 但是当时不知道谁报的警 当时已经 这个号已经打了下来了 有人报了警了 小红队来了 怕砸了人 电视局也来了 电线砸折了 当时的这个 镇定站的也来了 社区的也来了 因为疫情嘛 都不让出去 好嘛 感情楼下这么大一堆油斩纸 竟是自个儿家楼顶的整个防御层呀 这能不让余大爷着急吗 余大爷说 这楼啊有30多年历史了 以前多多少少出现过小问题 但自个儿都能解决 但如今 整个楼顶的油斩纸都掀翻了 这可让顶楼的余大爷坐不住了 去年嘛下雨 漏了漏了 咱就上去了 上去 它那个贴的那个墙边 那个开了 开了 完了 让人自己休 没有办法 咱就买的 上那个下软买的胶带 买的那个铁片 完了自己 自己定点 个顶着定上了 咱们都74了 完了定完了以后 个胶带又攒上的 就那个水 它不就万一水了吗 这就 就是不漏了 不漏了 今年这房价 这全卷起来了 余大爷一刻没当个 就找到了房子的产权单位 结果让余大爷是一头雾水 产权单位 拿了个表 叫我们业主 这个各户签字 切完这以后 他往上报 给维修 然后呢 那现在都签字吗 现在他当时说 70%签字 但是我们这一个楼 他说我们的院 有四个楼 叫我们全签 我们做不到 怎么就做不到呢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院 是四个楼 四个楼 我们这个楼是漏了 别的楼都没换 我们到那里 我们也不应识 我们怎么去选择 四栋楼 只有自己这栋楼 房顶的油毡纸脱落了 但其他楼的屋顶不漏雨 启动维修 恐怕得不到大家的支持 这让余大爷 不知如何是好 那现在呢 记者跟随这个余大爷 来到了他所属小区的社区 赤山社区 那我们想联系 这个社区的书记 但是因为社区书记不在 那我们电话联系了 负责这栋楼的工作人员 也跟居民 就是传达过 也号召过他们 说那个咱们能不能 那时候大伙都同意的话 咱启动维修基金 然后这样就需要 那个佳佳 就是同意的话签证嘛 然后这个工作 我们也已经做了三次了 就是但是都是 就是签字的人很少 签字的户很少 就达不到人家 那个启动维修基金的 那个要求 于大爷家五楼的楼顶 确实属于公共部位 可以用维修基金来维修 但问题就是 必须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书面同意 才能启动维修基金 想修只能做工作 否则只能自掏腰包来维修了 我想啊 你们也来了 这个事吧 我们在 咱们把双方 包括三方 十方 连民主币 争取啊 全力把这些促成 给老百姓啊 算点事儿维修 好吗 对对对 这是我的初衷和想法 这也是我进去一个 主要的工作 只修咱们家楼上的油栈纸 露的地方 然后让所有的业主签字 然后让社区来联系这个事儿 您觉得这个行吗 这个方案可以 可以能接受 只要它不漏就可以 因为马上到雨季了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 只要防着不漏就行 行 那我怎么懂啊 哎呀 余大爷要求非常简单 就是不漏就行啊 这春风真是不解风情 吹乱的 不只是楼顶的油栈纸 还有墙皮的 昨天啊 沈阳有一辆私家车 也是被大风吹掉的墙皮给砸到了 而且呢 在江西的九江 大风吹掉的墙皮啊 还砸到了人了 造成一人死亡的事故 那么如果说 我们看到了气象部门 发布了这个大风的预警 那走路的 骑车的 开车的 咱们大伙 又得注意点啥呢 成风破浪 小心出门 有风险 我偏要成风破浪 大风无影无形 让人捉摸不透 在我国 引起灾害的大风 常有雷暴 标线 龙卷 气旋 冷空气等 天气系统活动导致 不是所有的风都叫大风 只有顺时风速 大于等于17.2米每秒 即风力达到8级以上时 才能称作大风 南北方城市 大风季节分布大不相同 在我国北方 大多数城市 春季是一年中 大风最多的季节 到了夏季 南方地区 暖湿气流更加强盛 台风 强对流天气更加频繁 大风天也就更多一些 冬天的风 虽然冰寒刺骨 其实风力可能只有三四级 远不到大风的标准 如果你出门在外 觉得局三又困难 感觉要被先飞 那风力差不多就到了六级 24小时内 当平均风力大于六级 或阵风达七级以上时 气象部门会发布 大风蓝色预警 如果平均风力继续增强 气象部门会依次发布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 这时候没急事的话 还是别出门了 如果出门在外 刚好遇上大风天气 你就得注意这些 尽量别走高楼之间的 狭长通道 因为通道变窄 空气流动速度会变快 风力突然变大 带来一定危险 小心高空坠雾 安装不牢的广告牌 树干干枯的行道树 墙上空调机 窗边的花盆 这些风和日历时 人畜无害的东西 大风天都会成为危险分子 停车时最好远离大树 广告牌 尽量别停在高楼下 小心爱车受损 开车要小心谨慎 不要突然加减速 转弯 要和其他车辆保持 更长的安全距离 同时关闭车窗 避免沙尘 飞入 影响司机视线 如果开的是轻型车 高速行驶时 容易被大风掀起来 最好在车上放一些重物 或者慢速行驶 如果开的是货运车辆 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物 捆扎结实 防止被风吹掉 危害道路安全 总之大风天 还是减少出行为妙 否则比起乘风破浪 你更可能会风中凌乱 问大伙一个问题 最近您自身有没有感觉 您是胖了是瘦了 最近我们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2022公布了 有多少人胖到这种 肥胖的程度呢 这个数据非常惊人 一段广告不长 回来马上说 注意 有大量可燃性的化工粉末 倒在空气中 极有可能造成强大的晨暴 我们得尽快找到漏气的地方 注意不要拖到管道车的电线 你进去啊 军人火箭 拿起精神来 走 如果被困火场我们要怎样做呢 正确的做法是远离微化品泄露点和火源 尽量用湿衣物捂住口笔 向上方向奔逃躲避毒烟 如果被困火场要尽量放低身体自体 因为灼热的有毒烟气都是向上流动 这样能够保证自己呼吸到低处 较为新鲜的空气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主宝自开张以来 每十年都会有一次大型推广品牌活动 关键是啊 这活动每次都破例给出超低价 这次我们拿出两只公益精美的金玫瑰手镯 两款男女金项链 还有两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件套 提供给电视机前的关注 打进电话订购 买到的是两只金玫瑰手镯 两条男女金项链 两只男女金戒指 还有两只金玫瑰耳钉 足足八件套 强调目前所有的金店 都是按照国际标准 价格一刻三百二十元定价的 但是这是十年才一次的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金价来 八件手势 两颗钻石 真的只要一百九十九元 请大家大胆地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为您解答 十年才有这一次打广告的机会 不打电话 您是肯定买不到这么便宜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品牌 现在就打电话吧 那你们身上有影响吗 那肯定啊 头三天顾客全都跑到他们店排队去了 咱们店小 那么大的活动 哪搞得起啊 那一直这么下去 你们怎么办 没事 如果一直这么低价 那肯不亏死了 那我跟你说 他们门店活动 今天就结束了 以后啊 只能在电视上做活动了 你好啊 我没听错啊 真正万确啊 大哥 那我担心买的不是真金啊 你可让你们精力出来给我报告这家吧 好的 请您稍等 这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美醉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告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个 注意 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抓紧时间 快快来电 热爱生活 人人有责 生活倒报 为您服务 昨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正式发布 那这份报告当中显示啊 我国成年的居民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7% 报告显示我国居民营养状况和体格明显改善 但居民总体身体活动量周年下降 6岁以下和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10.4%和19.0% 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34.3%和16.4% 从2000到2018年成人超重和肥胖率的变化趋势来看 肥胖率上升速度大于超重率的增长 农村人群超重和肥胖率的增幅高于城市人群 超重和肥胖是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总体上我们营养显示的特点就是能量相对过剩 但是微量营养素缺乏还是普遍存在 什么叫微量营养素 除了这个红量营养素 蛋白质 能量 碳水化物以外的 微生素和矿物质缺乏还是比较普遍的 根据对居民营养膳食状况的调查 指南是提出了八条平衡膳食的准则 八条准则包括 一 食物多样 合理搭配 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 每周25种以上 骨类为主是平衡膳食模式的重要特征 建议平均每天摄入骨类食物200到300克 其中全骨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鼠类50到100克 二 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推荐每周应至少进行5天中等强度身体活动 累计150分钟以上 坚持日常身体活动 主动身体活动最好每天6000步 三 多吃蔬果 奶类 犬骨 大豆 推荐餐餐有蔬菜 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蔬菜 深色蔬菜应占1 2分之1 推荐天天吃水果 每天摄入200到350克新鲜水果 果汁不能代替鲜果 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 摄入量相当于每天300毫升以上液态奶 经常吃全穀物豆制品 适量吃坚果 四 适量吃鱼 禽 蛋 瘦肉 推荐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动物性食物 总量120到200克 相当于每周摄入鱼类两次 或300到500克 触禽肉300到500克 蛋类300到350克 五 少盐少油 控糖现酒 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超过5克 烹调油25到30克 避免过多动物性油脂和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推荐每天摄入糖不超过50克 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六 规律进餐 足量饮水 建议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 每天饮7到8杯水 相当于男性每天喝水1700克